川军会开始前一天 已经抵达新加坡的美国跟朝鲜代表团 都紧锣密鼓的准备峰会 而川普总统将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 请正在新加坡现场采访的 川军会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 来介绍详细情况 耀毅 是的 许波 刚才我们讲到说 今天这个星期一 双方的代表团都已经准备了很多的工作会议 那么白宫就在刚才当地时间晚上8点12分 发出了一个声明 来把明天的川普总统川军会的行程 完完整地告诉了大家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白宫发出声明里面是怎么说的 他说首先是 这个川普总统将会在早上9点钟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那么接下来 当然是两人先这个会面的拍照之后 川普总统与金正恩将会有一对一的会面 那也只有他们两个人以及两名翻译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私密性的会面 那么之后会再举行一个 比较长的双边的会谈 然后还有一个工作的这个午餐 那么白宫也说 他说的美国方面来参加这个双边会谈 以及工作午餐的人员 包括了有国务卿蓬佩奥 还有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 那么还有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 以及白宫的发言人也是新闻秘书桑德斯 以及这个美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金城 还有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博明 都会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工作的午餐 那么以上我说到这些人 其实也是今天一起陪同川普总统 前往新加坡总理办公室 一起来进行工作午餐的同一批人 那么此外在声明当中也说到了 川普总统在结束的峰会之后 他在晚上8点就会离开 新加坡回到华盛顿 不过在之前他会跟媒体稍微见面 讲一下本次新加坡之行川金会 他的理解心得 那我们知道原本预计川普总统 是要在第二天才要离开的 那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把他的行程给推前了 同时我们也知道 金正恩也是在川金会结束之后 在下午两点多就要返回平壤 所以不晓得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川金会的峰会 两位领导人没有要再多 花一点时间与彼此相处 不过从白宫刚才发出的声明当中 我们看得出来是说 在早上的时候 两人的见面将会是一对一 然后非常私密性的一个对话 那么我们也知道 川普总统之前也曾经说过 他以他这个生意人的本能跟头脑 他在见到金正恩跟他握手之后 一分钟之后 一分钟之内 就可以来判断金正恩是否有诚意 来谈这个所谓的五合化 或者是朝鲜漫岛和平的一个讯息 所以说或许川普总统认为说 他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与金正恩有更多时间相处 就可以理解金正恩的他的想法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在今天呢 川普总统也跟这个新加坡的总理 李显龙有会见了 那么他同时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很感谢东道主 新加坡的这个热情的招待 那么李显龙也马上就提出要求说 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再次访问新加坡 那么川普总统呢也承诺了 刚在今年11月的时候 再度访问新加坡 而且会是国事访问 那不过呢 就在与这个新加坡总理 这个进行完工作午餐之后 川普总统又跟一个人通过电话 就是韩国的总统文在寅 那我们知道呢 这是川金会的促成 其实文在寅扮演很大的 一个功臣的角色 因为我们知道 川普总统与这个金正恩的 这个原本的关系 是非常紧绷 非常不好的 两个人经常在网络上 隔空叫骂 一直是到这个文在寅介入之后 才慢慢的有比较好的发展 那么关于川普总统 以及金正恩的关系的发展 我们先来看一段相关的报道 在2014年呢 当时还只是一个民间的商人 川普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在推特上说 疯狂的前NBA球员罗德曼说 我想要跟他去朝鲜 我们没有谈过 我没兴趣 那是全世界 我最不想要去的地方 那么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呢 川普总统在接受 美国的媒体访问时 是这样形容金正恩的 他说任何一个从父亲手下 就接下政权 在一堆可能也想掌权的将军们 环似下的年轻人 不可小看这个人 那么在2017年的8月8号呢 对于一再试射导弹的朝鲜 川普总统说出了著名的烈焰与怒火 那当时呢 他是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上 对记者说 他说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 不然他们将会见识到 世界前所未见的烈焰与怒火 但是呢 只过了一个星期 对金正恩取消将导弹射向 关倒的决定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说了 他说金正恩做了一个 又聪明又理智的决定 那么在2017年的9月17号呢 在联合国大会上 川普总统给金正恩取了一个新的绰号 叫做火箭人 他说呢 火箭人正在为他自己 以及其政权进行自杀任务 那么接着在9月22号 金正恩就发表声明 他说呢 我绝对会驯服这个精神错乱的美国疯子 那么在11月呢 金正恩又用老疯子来形容川普总统 而川普呢 则是以金正恩又矮又胖作为反击 但是呢 在2018年的1月11号 川普总统突然就说了 他说呢 我可能会跟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 然后呢 我们看到3月8号就宣布了 川普总统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 要来举办川金会 而在5月10号呢 川普总统在迎接三名 从朝鲜被释放的人职的时候呢 他就说了 他说我们要感谢金正恩 他很优秀地对待这三名人职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从烈焰与怒火 到小火箭人 到老疯子 川普总统呢 多次也提提金正恩 这个主持人 那么直到现在呢 他便能感谢金正恩 并且说他很优秀 所以呢 还说他期待接下来的川金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几年来 川普总统与金正恩之间的关系 是这个峰回路转 而且有剧烈的演变 那是的呢 我们也知道是说 在今天的下午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也举办了一个记者会 在当中他是强调 非常强硬的口吻 是说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可逆转 可以合时的 完整的一个无核化呢 是必须要在峰会当中 达成目标 那么是跟川普总统之前所说的 这次的峰会 可能只是一个见面会 有所不一样 所以到底明天峰会 会谈出什么样的成果呢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会再继续在这个地方 并且也邀请另外一个专家 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川金会的取得量 什么样的成果 主持人 好的 我们感谢黄耀义 在新加坡现场的连线报道